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离谱 王一博12月看100多部电影,一天看25小时,遭网友疯狂吐槽。 12月27日,赵轩老师在接受采访时,大夸特夸王一博,其中提到的一点,遭遇网友疯狂吐槽,经不起一点推敲。 王一博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和歌手,他的才华和努力备受认可。 最近,有粉丝发现他一个月内竟然看了100多部电影,让人不禁惊叹他的乐片强度和对于电影的热爱。 原因是,赵轩老师对王一博的评价,酷爱电影。 在采访中夸王一博,夸得太过夸张了。 赵轩老师说,前两天见面,王一博还在分享,他这个月看了100多部电影,并且有做观后感,阅览笔记的习惯。 我很喜欢王一博,我也觉得这个夸得有点太夸张了,真实不了一点。 这个月,前几天,就算是25号,王一博跟他说的,王一博这个月就25天。 不说明星,咱们普通人,一个月不到的时间,20来天看100部电影都挺难,更何况是当红男艺人看100多部了。 今天就遭遇网友质疑,吐槽纯甲,原因是网友给王一博算了一笔时间的账。 12月,25天时间里,王一博12月形成有红毯,奖项,杂志,商务代言,新歌,舞台应有尽。 除开参加活动,彩排,拍摄,天上飞的时间,王一博可能阅览电影时间不足10天。 一天至少阅览10部电影,一部电影2小时,加做笔记半小时,一天25小时。 太不现实,不可能不睡觉啊。 王一博有匪后,转战电影圈,成绩一直都不错,酷爱电影这点我是相信的,可是这一个月100多部,真是夸张了,也难怪引起网友吐槽。 赵轩老师本是好意,只是没想到夸张一下,引起网友热议。 此刻王一博应该有些汗流加倍吧,有点家里长辈硬夸厚,不太好意思的感觉。 其他剩下的50%可能性,就是王一博要真看了100多部电影,不过是通过高倍速,或者先看电影解说,后翻正片看细节。 时间上才能说得通,不过这样,王一博认真看电影这点,就要打些折扣了。 王一博非科班出身,但是在演戏这块,有天赋,也有态度,愿意跟前辈去学习。 我看过很多他的拍摄花絮,真的非常用功,这些都是可以通过他的表演看出来的。 抛开这件事,王一博的努力有目共睹。 王一博喜欢演戏,喜欢电影,酷爱,还是留给滑板跟摩托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再见。 再见。